我們在同間酒店拜拜 但待會我們都會回來 因為我們放了一些粒粒在酒店 晚上我們回到這裡 吃一頓小飯 商店街 比較寧靜的商店街 很少來的 通常那些是毀心虛陷 淺祖子 那類的炭飯多 這裏不知叫什麼 旅景的逆襲 一開始就在商店街追賊 又或者是小靖宇爸爸 他說是小鎮小的商店街 經營一間照相店 我們現在去武學城公園 武學城公園跟武田信員 沒有太大關係 就是德川家康時代 才開始興建 武田被積田信長 滅了之後 積田信長 變成釘鬼 很快 於是德川家康冷手 所以我們先推就拿了甲虎 那甲虎之餘 就拿了兩個獎品 一個就是赤備軍 成計 武田的軍事裝備 以及管理軍隊的方法 另外就是拿了一個甲虎城 在一個很重要的地理位置上 所以他建了一個城 來防範封神秀吉 現在大學劇 剛剛說完小牧場九首之戰 就頂住了封神秀吉 所以封神秀吉 一直覺得德川家康有一個威脅 最後 德川家康雖然跟封神秀吉 叫沙嵌了 當我們去了小田園城 1590年打贏了小田園城之後 封神秀吉對德川家康的獎賞 就是把德條家的封地 給了德川家康 但變相其狀 就要逼他由靖光和甲虎搬去那裏 然後封神秀吉拿了甲虎之後 就派他的眾神 在這裏加固了這個城池 就用來防範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蓋 封神秀吉加固 德川家康很重視甲虎山梨縣 這個地方 是江湖 在西北面入口的通道 所以 他就把這個城 給了秀宗 給了秀宗的耳朵 郭松 如果你看江公主門的時候 他的大兒子喜歡扮女人 江很不喜歡他 而且他那個 在你的角度 春日角是壞人 就是奶媽 而耳朵 江從小到大 就疼他 而且比千代更醒目 所以 所以 他就把葛松 封在這個地方 即是秀宗的耳朵 就在這裏 但當江死了 而秀宗也死了 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 即是大兒子 你可以說 找藉口說 他的耳朵行為不檢 然後就殺了他的耳朵 就把這個 甲虎 給了 三兒子 即是 秀宗和 被女生的私生子 所以 他就給了 所以 這個城 如果不重要 他不會給最親的人 後來 這個城 輾轉地流下去 就 成為了幕府的直轄地 就沒有再封任何諸侯 就算是親戚都好 沒有了 就找這個 派遣官員來 守住 掌管 他那個城的修建 各方面 保育都做得OK 我們在那邊進去 很搞笑 做楓林火山 其實很不適合 武田信員 不是完全沒有關係 武田信員 就是住在 鄭族 會館 即是我們去的武田神社 後來 去到他兒子那一代 其實是想搬來這裏 但都未搬 已經被人打敗了 武後城公園 那麼 楓林火山 就是 武田信員 其中一條 軍旗 他是 仿效孫子兵法 說打仗的時候 如何 動如風 行如臨 然後 就 打仗好像火一樣 但是 思考好像不動如山 這樣 不動如山 那 就是 沒有 那 那 就是 那 那 那 嗯